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龙腿花匠 白在我面前是端入亚乐植物 它的养殖方法和端入精神域大同效益 但是有个朋友买回家里 对亚乐植物的养殖方法还不太了解 导致这个浇水过多或者是其他原因 导致根部腐烂 分享来养好这个亚乐植物呢 根据我的养殖经验 我给大家分享几点 首先从光照方面来说 要想养好这个亚乐植物 你必须得给它同度的光照 没有光照的情况下 它的肩肩长得很长 甚至这个亚乐植物失去这个远勇的光照 影响它的美观 浇水方面呢 因为这个亚乐植物根部是肉质的 但是这个颈部也是在肉质的 它对这个水的水素量不大 你要关于的浇水 很容易导致根部腐烂 甚至这个颈部腐烂的现象 一次平常浇水的时候 你掌握健康健身的原则就可以了 在这土壤方面 要想把这个亚乐植物养好 土壤是个关键 你在这的时候 你必须得用这个熟松透析的土壤 你要用这个斑界的念图是不行的 熟松透析的土壤 你怎么给它配置呢 有条件的 你可以搜紧一些这个 美球杂和这个副叶图 给它混合以后进行载质 每个条件的情况下 你可以到华店买这个副叶图 给它进行载质 坚决度假使用这个念性图 对它的生长特别不利 十费方面 压乐植物不惜大费 你平常账户每月十一次 短眼素负合费就可以 有条件的你可以给它 偶尖一下冰粉 来给它进行搅拌 比冷的安逸 比无视就可以 这个冬季的温度 必须得保持在十度以上 它就能安全外动 好了 关于压乐植物的养殖方法 我就给大家介绍再想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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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教大家真要让烂烙鸡的鸡子再七次回首 在这之前为了减少营养分的消耗 取高它的成果率 我们首先把上布的一片给它剪掉一部分 这样剪完以后呢 我们再准备这个千叉鸡子 这个鸡子用什么呢 我用的是干净的河沙 你可以用小肚的复制头也可以 首先我们在千叉鸡子中也给它擦个空 大约三十五分左右 然后呢 把这个复兰鸡子那给它擦住 用手把它暗湿 暗湿了以后呢 给它盼上水 因为我这个是刚用这个清水给它重洗过来 我又不用给它盼水了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营养通货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每十五天给它盼上水 你盼水以后吧 千万不能盼这个大水 你要盼大水的情况下 很容易导致这个伤口腐烂 朋友 如果你家的这个鸡子 呈现烂的情况 学会我再找 有剩下好几十块钱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